今天来给大家看一下美国大型的建材商场 看看这些建材跟我们的国内一不一样呢 价格差别大不大呢 之前呢给大家拍过美国的房子 很多人呢都好奇说美国建房子的成本是多少呢 今天呢正好来到这个大型的建材商场呢 就可以给大家拍一下里面的价格 看看里面都有什么呢 好了跟我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吧 今天带大家来看的是美国第二大建材零售超市 这里室内室外的一些东西都有 包括一些电冰箱洗衣机啊 而且人来人往都很多 这里不管什么时候来呢停车场都是满的 美国人的动手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很多家里的一些装修啊修修补补呀都是自己做的 而且来这里买东西呢还有一些工作人员 如果说你不知道买什么用什么材料 工作人员还会给你介绍 我们看这里还有卖户外用的这种一套桌椅的 这一套呢是398只包括桌子和椅子 还有卖户外的这种棚子都是可以放在后院的 这一个凳子呢就要69美元 这一套呢我估计大概要400美元左右吧 这里很多卖户外的这种东西 还有这种烧木头的炉子是84美元一个 美国人的社交活动比较少 但是他们很爱在家里搞一些烧烤派对啊 所以这个后院的烧烤炉也必不可少 这些炉子都比较贵 大概是700美元到1000美元之间吧 当然我也看过那种便宜的两三百美元的 像是美国人呢一般的家里呢 在后院的花费呢也是比较大的 比如说草坪呀 要买割草鸡呀 要买肥料呀 再比如说要在户外搞烧烤呀 也要买一些烧烤鸡呀 或者是木材呀等等 我们现在就来看割草鸡了 看看这一款割草鸡是450美元 这里还有稍微便宜一点的两三百美元的都有 这里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一些小东西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给我私信或者是留言 我就介绍一些在生活中常用的一些东西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衣橱吧 像这种大的衣橱是359美元 这里还有这种柜子大概是200多美元 这些可能都是放在客厅里边的 这里有100多美元的 但是看起来就是小一点 当然这里所有的东西呢都是要加上税的 像我们这个城市消费税是8% 我们再过来看一下油漆吧 美国家庭中也经常会用到油漆 比如说像刷后面的围墙呀 家里的木头呀 还有说房子的木头呀 都是要用到油漆的 像这种小桶的是16块9毛8 也有14块9毛8的 这个一桶是3.66升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下面还有大桶的 这个一大桶最便宜的有59美元 大概60美元 贵一点的就七八十美元 这个大桶的是18.3升 这个油漆呢 你刷不同的位置呢 它是需要不同的油漆的 比如说你刷后面的围墙和房子的木头 都是要用不同的油漆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客厅或者是卧室用的那种地毯吧 这种地毯便宜点的一平方英尺大概是一美元 贵一点的大概两三美元左右 美国面积呢 是算平方英尺的 一平方英尺大概等于0.09平方米 像我们家上下总面积 大概是2000平方英尺 这种地毯的材料呢 大概就要用掉2000多美元 贵一点呢 可能要用到四五千美元 但是这个只是材料费 还有人工费 美国人工费呢 也是比较贵的 人工费像我们家 如果换个2000平方尺 不加地下室的话 大概需要1000多美元 但是换地板就相对而言麻烦一点 地板也比地毯的材料要贵 我们再来看一下地板的价格吧 像地板呢 这种最便宜的也要 两块八毛九美元 这么一平方英尺 大概加上税呢 就要三美元左右 大家可以算一下 你换整个一楼的地板 大概就是1000平方英尺的话 大概就要2000多块钱 再加上人工费呢 基本上就要接近4000美元了 这里还有比较贵一点材料的 三四美元这么一平方英尺 在美国有点手艺 还是挺好赚钱的 比如说会修理个什么东西啊 或者是像这种搞装修的呀 挣的还都是挺多的 比那种白领挣的要多 像一般那种装修师傅啊 至少如果有活的话 大概一个月 挣个五六千美元 是不成问题的 好一点的呢 都可以赚到上万美元一个月 这个收入在美国来讲还算是不错的 但是普通的白领 你看着他坐在办公室干干净净的 可能一个月就挣个两三千美元吧 这里还有卖这种长长的木头 大概是边边角角用的 这个木头也不便宜 这种大一点好一点的都要30多美元 像这种下面的大概也要七八美元这么一条 我们再来看一下厕所用的那种洗漱柜吧 像这种木质的柜呢 大概就要200多美元一个 还要加上税 其实我觉得美国的税呢 还是挺多的 这里是这个五金件 是这个水龙头 是24美元 我们再过来看一下吧 我们再过来看一下吧 这里还有稍微便宜一点 小一点的都要149美元 这里有不同型号的你可以选 这个价格呢 也是根据这个材料有关的 材料越好越贵 我觉得这个哪里都是一样的 这里有卖马桶盖的 我们看一下 这马桶盖也不便宜 这一个就要40多美元 我们再来看一下马桶吧 据说日本的马桶比较好 不知道美国这个马桶贵不贵呢 像这一个马桶 差不多是65美元 我觉得还可以吧 当然这里也有贵一点的 这个还打折呢 要119美元 这个要139美元 不知道这个马桶 现在在国内卖多少钱呢 这种应该就是普通的 像那种自动式的呢 我觉得会更贵 像这里呢 还有卖洗漱槽的 这个洗漱槽还挺贵的 但是这个材料应该是大理石的吧 像这种呢 都要279美元 像这种小一点的 也要129美元 我在国内很少逛这种建材市场 如果大家有知道行情的 也可以在我的评论区留言 我们可以一起来比较一下 还有厨房用的这种水槽 大概就要两三百美元 这么一个 贵一点的呢 四五百美元都有 我觉得这个价格可能比我想象中的要贵一些吧 在这边看到比较便宜的一款 也要199美元 这个应该是不包括水龙头的 我们再过来看一下水龙头吧 这个水龙头还挺贵的 最便宜的也要89美元 大概基本上都是在139美元到199美元之间 看这个价格 我就觉得那个水槽不算贵了 我们来看一下淋浴喷头吧 淋浴喷头最便宜的 我看这里有19美元的 一般来讲都是39美元起的 贵一点的也有109美元的 美国买东西基本上什么价位都有吧 你想买好一点的就有贵一点的 便宜一点的也有 但是肯定是质量不同了 这边还有这种高的水龙头 这里一般都是厨房用的 这个还不便宜的 基本上都要200多美元 还要加上税 其实我觉得美国的这些建材的东西 要比我想象的要贵一些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的花花草草吧 这边还有卖种子的 有卖西红柿种子呀 各种菜的种子啊 这个种子是两块四毛九一包 还有卖一些花的种子 这一个盆栽呢 大概要20美元 其实美国人还是挺爱养花的 特别是一些中老年人 我之前认识一个大概70多岁的老太太 她就特别喜欢摆弄这些花花草草 经常会买很多这种盆栽呀 花呀之类的 当然这种花花草草也是要护理的 美国人也会在自己家后院 种菜呀 种花呀 只是说我们家不种而已 我们家后院都是草坪 我们来看一下这种土吧 这种种花种菜用的土 这种土呢 大袋的大概就是14-15美元 这么一大袋 这上面有小的一些肥料之类的 大概也就八九块钱 十几美元这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些花都挺漂亮的 贵一点的呢 可能20多美元 便宜一点的可能就十几美元 可以看一下这个土 大概一袋就是这样的 可以用作种蔬菜呀 种花呀 都是可以的 这里还有卖一些杀虫剂呀之类的 大概就是十几二十美元这么一桶 其实看似不贵 如果说你真正的想打理起后院来呢 还真是要花费不少呢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看了这么多 大家觉得这个中国的建材市场和美国的建材市场有什么不一样呢 价格差别大不大呢 看到这些觉得在美国的建房子成本和维护房子的成本贵不贵呢 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 也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我们下次再见